据塔斯社报道 12月1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莫斯科大型年度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不能不考虑 美国在日本 播出中上导弹的可能性 期间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突然提问 在描述世界安全局势时 称 不排除未来可能发生核战争 普京当场发火 并打断了他的话 闭嘴吧 即将发生的核战争 你正在说什么吗 有分析认为 日本记者提出 有关核战争的问题 基本可以判断 是用来刁难俄方 或者虚一条式的 但面对着政治老鼠普京 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当然 这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出 当行的世界安全局势 引发外界担忧 在一周前 美国空军 从加州的藩登堡空军基地 射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弹的导弹 其射程超过了500公里 这也是美国推出中道条约后 第二次射射违规导弹 现于特朗普政府 无意去前美俄间 唯一上层的军控条约 新削减占领武器条约 并且放属风声 遇在亚太和欧洲 部署美国中程导弹 外界队是否将出现新冷战 感到不安 针对美国的蠢蠢欲动 俄议员阿列克希 布什科夫警告 部署导弹 将使欧洲重返冷战时代的 核对抗状态 这是个悲观的前景 而普京此前已经料明立场 若美国在欧洲部署中道 何方将被迫采取 对等的反制措施 当前 普京的警告绝非恐怕 12月5日 俄美首次对外公开了 俄罗斯核手提箱的内部画面 据悉 无论普京走到哪里 总有一位军官 手提皮箱贴身香水 这个手提皮箱 便是核手提箱 俄罗斯卫星网称 核手提箱总共有三只 分别由总统 国防部长 和总参谋长上官 有分析认为 俄美首都对外公开 核手提箱内部画面 都还释放了强硬的信号 那就是警告欧美 不要战略冒险 若俄遭到核打击 俄方将毫不犹豫 实施报复 众所周知 核武器是当今世界 最具有大规模毁伤 破坏效应的武器 谁都不敢安东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按钮 假如美俄爆发核冲突 后果有多严重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开发了一个核战争模拟系统 推演美俄爆发核战的结果 模拟系统显示 核战争最初 只是互相攻击对方的军事设施 但很快不受控制 开始升级为互相地毯式 攻击对方的核心城市 在数个小时内 预计将造成9000万人死伤 而这还不包括核辐射 带来的后续死亡人数 显而易见 一旦发生核战争 将给全人类社会 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重因如此 欧洲乃至日本应该考虑清楚 不要充当美国 破坏核军控体系 破坏世界局势 平衡稳定的帮凶 否则将吞下苦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